好,所以前面我们大概都只是用到这个很简单的定量化的一个计算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就是引入牛顿的微分积分 当然是积分了 然后去计算这个均匀分布的电荷所造成的电场 好,在计算这个积分之前 我们在最后再看一个应用的问题 他就告诉你说这个库仑力 那其实跟牛顿力是一样 它会造成的加速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假设有一个电子 它的带电荷用负的 然后1 这负是特地把正负号提出来 有时候有些人就直接说 这1就代表是一个负的 这个1.602乘以10的负19库仑 好了,它的质量我们前面讲过是911 9.11乘以10的负31次方公斤 It's moving on the central axis with a constant velocity reading 反正它一开始沿着这个轴跑了 When it is asserted by a perpendicular uniform electric field E0 for distance L along the x-axis What is its deflation distance along the y-axis 就是说 接下来如果它怎样 它受到一个均匀电场 E0 那是垂直于它行进的这个轴的方向 那它作用了一个距离L 所以,实际上你当然要自己去算这作用时间了 就是换算出它那个加速度的多少 照着它速度改变多少 那问你说它在Y轴的这个 偏移量是多少 所以,这非常简单的问题 只是告诉你说这个电力就是一个力了 那它就可以连结牛顿的这个力学的概念 好,所以它原本是V0 然后带负电 沿着X轴跑 那接下来在Y轴上有个电场E0 好,那计算方式就是 你可以估计一下 它在这一段L的这个距离 它花了多少时间 那就可以算出它的这个速度变化多少 距离变化多少 所以很简单 它的时间是多少呢 就是L除以V0 因为在这个X轴上它没有加速度 等速度运动 所以这就算出它的时间来 那在Y轴上就是一个加速度运动 它的加速度的大小是多少呢 所以它是正电荷会往上跑 所以负电荷会往下 这个是刚好急性的问题 所以应该往下跑 所以会有一个负的J方向 负的质量分支力量 力量是电荷乘上电场 那负量是M1 那收到这个加速度之后 它travel一个时间T嘛 那你就可以算出它这个Y方向的 这个往下 这边是往下的意思 负号是往下 2分之1AT平方 所以2分之1 然后A 然后时间是T travel 的平方 把它带进去 A的话就这个 那T的话是B 带进去 就知道说它往下 偏移量的距离是多少 可以算出来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利用牛顿的积分 来帮助你算总电场的大小嘛 那在算牛顿积分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把电荷均匀的涂抹在 一维、二维或三维的空间里 那一维的话就是一条线 所以你如果把电荷均匀的涂抹在一条线上 那它就会有单位长度的电荷是多少 那如果涂抹在一个面上面 就会有单位面积的电荷是多少 如果你均匀涂抹到一个体积上面 就会有单位体积的电荷是多少 好,所以第二个Case就是 单位长度电荷是多少 一般我们用一个符号叫Nanda来表示 假设你涂抹的长度是L 那你总电荷是Q 那你单位长度电荷就是 Nanda就等于Q除以L 那如果是面的话 我们用面积是A 那我们用Sigma这个符号来代表单位面积的电荷 所以如果你的总电荷是Q 那面积是A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示意图好了 就是一个面积在这里 面积大小是A 那这时候你把它均匀的涂抹 涂抹这个总电荷是Q涂上去的 涂上去之后呢 它这时候会有每单位面积的一个电荷 所以你把这一小块拿出来 那这一小块上面 它的这个单位面积的电荷就叫做Sigma 那Sigma 其实跟你这个大 整块大面积的Sigma 是一样 因为它是均匀 所以都是Q除以A OK 那再来如果是体电荷 就单位体积电荷 那一样是把Q涂抹在体积是V 所以这边V的话是长度三次方 所以比如说是标准单位就是立方公尺 所以这时候的体电荷 单位体积电荷叫做Row 那Row的话就等于Q除以V 它单位就是库轮每立方公尺 所以在进行这个利用牛顿的积分 然后来计算总电厂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比如说积分这样的计算跟你想象中很简单 我从前就学会了这个几何的计算的答案 是不是应该一样 那这样你就可以在非常相信这积分的计算 那你验证这一样 就用这个技巧去处理后续的问题 所以假设怎样 假设我们利用积分 然后来计算说有一个均匀的电荷涂抹在长度L的这个 线段上 那这就是单位长度的电荷是Nanda Nanda的话就Q除以L 那我们用积分能不能找回总电荷的量是多少 其实我们就要开始来处理了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小段长度Δx 那就是Δx就稍微大一点 那Dx就是更小 用积分的时候更小的长度 所以其实意思是一样 那一般我们说稍微大一点 我们就说是Δx 如果是Δx的话 那它所带的电荷量会是多少呢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就是说 你的Nanda 这是均匀涂抹 所以这单位长度的电荷是Nanda 等于你的总电荷量是Q除以L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有一点点的长度 那它的所带的电荷会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找到它的Δq 就等于Nanda乘上Δx OK 所以你写成更微小变化量就写成D DQ等于NandaDx 这个是积分的一个符号 把它切得更小 那接下来我要算总电荷 所以总电荷就累积了 累积就写一个积分符号 然后把所有的一点点一点点定荷把它加装起来 那刚刚在这一段Δx加起来 再下一段再下一段 每一段的Δq 通通都把它加装起来 所以你原本写的符号是抽象 对不对 我只是知道每一段我的Δq加起来 那换成这个空间的这个符号以后 那你就可以well defined就已经找到 比如说你在空间上它是放在一维的空间 然后它是长度嘛 就是NandaDx 把它取代DQ 所以换了 换到真实空间里的这个维度上面去 它的位置 然后它的这个移动多少都知道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什么 把你真正要做的 这个积分的范围把它放进去 因为刚刚是DQ是抽象 现在是确定 它有个Dx 然后Dx从0走到L 所以你就可以放进去 0到L 那后面就是交给数学 数学告诉你说 这Nanda是常数 就提出去 Nanda就是Q除以L 就常数提出去 然后你要做的积分 只是积分0到L Dx 这个其实很简单 就是答案就是x嘛 出来的结果就是x 然后你把上下边界 带进去一个是0一个是L 所以x换L进去 就答案是L x换0进去是0 然后相减 就答案是L-0 所以答案是L 然后在乘上L分是Q 所以答案是Q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找回你的总电荷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概念来看 我就可以讲 可以把电厂 后续可以放进去电厂 用相同的方式 把它找到它的空间中的位置 然后怎么积分从哪里到哪里 然后我就可以做计算 好 所以我们在下一个 我们说 如果你把均匀的电荷涂抹到一个 长方形上 那长方形的长度是 长宽是A跟B 所以理论上你会有什么 你会有一个总电荷 Q 会涂抹在 这个单位面积是Sigma 然后它的面积是AB 所以Sigma就是Q 除以AB 好 那Sigma是Q除以AB 以后呢 我这时候我要怎么去加总 找回 这个总电荷呢 我就要讲 要取一小块 取一小块面积 这边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 取出来 那取出来后呢 它的什么 它的X方向就是 微小变化量是DX 那Y方向的微小变化量是多少 是DY DY 所以我就 这块面积就是DX乘上DY 所以DX DY 再乘上 单位面积电荷就是Sigma 乘上去 好 所以我原本是这个抽象的 我要加总DQ 我就写不出它的这个边界 这些实际的位置 那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DQ 换成什么 换成Sigma DX DY 那因为它有两个微小变化量 所以你在X方向要加总 Y方向也要加总 好 那X方向加总 就是X从0到A 到A的距离 那Y方向加总 Y从0到B 这样加总 最后就得到总电荷了 好 然后呢 我的Sigma 就是Q3AB 我把它常数 把它提出去 然后接下来我要计算 这个 积分0到A 积分0到B DX DY 那我们一直采取的策略 就是用直角坐标 所以你在算X 基本会有一分多一样 就把Y当作常数而已 所以指导坐标是非常重要的 互相独立 互相垂直 好 那这时候你积分0到A DX就只要算这个 答案就是什么 答案我们刚算过一次 答案就是X 然后A带进去 0带进去 相减 答案就是A 好 那A算完后又拿到外面去 它就是一个常数 所以又拿到外面去 最后你要算的是什么 我们积分0到B DY 好 那积分0到B DY算出来又是B 所以答案就是Q 除以AB 答案又回到Q 好 所以前面我们已经知道牛顿的积分 你可以去计算一些均匀分布的 这个 电 电荷 它的总电荷是多少 那同样的道理 你也可以用来计算 它的总电厂是多少 一模一样的方式 那我们来看这个example 它说假设有一个rot 一个bounce 它的长度是L 当然你现在把它想象成一条线 不用想象它的这个 截面积的问题 那我们把它代电荷 代正Q电荷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 X轴上 放在轴上 那 等一下会看到图 那请你计算一下它的什么 它的电厂在原点 在X等于0的电厂 总电厂为何 所以它长度实际上是L 你可以找一下它长度是L 那它的置放位置 它的一端是放在A 另外一端就放在A加L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你要怎样 你要切割 切割一小段 Δx 然后你去算出它的Δq 那Δq你要加 加总是电厂 电厂是R 平方分之KΔq 所以你可以有Δq 你就会有一个小小的电厂 然后最后 在原点的位置 这是你的观察者位置 所以你会感觉到一个小小的电厂 那最后加总 除所有的总电厂 所造成的总电厂 你可以算出来 所以Δ等于Q 这没有问题 Δq 就等于Δx 所以微小变化量 DQ等于Δx 那微小的电厂 就可以找到-x 因为你假如它正电厂 所以就是-x方向 那它的大小就是库人定 库人定率的电厂 所以R平方分之K 乘上Q DQ 那下一步就是要加总 加总的话 这些都还是抽象的写法 所以我要加总 就把它积分起来 然后R平方分之K DQ 然后接下来我要实体化 我把它摆在x轴上面 所以摆在x轴上面 我就把R换成x 所以就变成x平方 因为它实际上 在这个位置 跟原点的距离 就是x x平方 那Nanda就是这个 单位长度的电荷 然后Dx 写完以后 这个Nanda就是常数 可以拿到外面去 那你会得到一个 很简单的数学试词 它在我们前面讲很多了 它就是x的-2次方 然后Dx的积分计算 那这个答案就是什么 这算出来就是-2加1 对不对 然后x的-2加1次方 然后再把上下边的代音去 然后相减 就会得到答案 所以下一步 我们看到它就是-1-x 然后再把a加l代音去 跟a代音去 所以是-a加l分之1 然后减掉负号 -x分之1 减掉负的所以是加 再把a代音去加a分之1 然后再把它通分 计算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电场 等于负的x单位下 然后k大q除以a乘上a加l 所以你看你可以用牛顿的积分 然后很容易就得到什么 得到总电场的大小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它就是从一维要慢慢到二维 只不过这个还是可以用 你利用一个好的 选择好一个坐标 那在那个坐标上 看起来它还是一维的积分 好 我们说我们要解的问题是-a ring of radius a 就假设一个环 这环的半径是a 然后它带电荷是带q 所以我们说它可以 把它想象成是一条线的概念 然后把它放在xy平面上 所以它实际上是二维 但是可以想象成是一条线 只要你选好你的坐标 那它的轴 这环的轴是这样 是刚好是跟z轴 就是这个环的这个轴 刚好是在z轴上面 那请你去计算一下它的电场在什么 在z轴上 跟这个圆点的距离是z0 above the origin 所以去计算一下 它的总电场是多少 那一样你就是把这个电荷 均匀分布在这一条 这个环上面 然后你接下来要算什么 算这个 你这边不能够写dx dx是这个线性的 那这边其实是一个圆 在圆上面的一小个线段 我们一般是写dx 不是写dx 那这dx跟dx不一样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用半径乘上微小的角度 所以是a乘上dc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根据你问题 你的问题是一个环 它的对称性 然后你去找到一个坐标 在这边的坐标 我们要用的就是极坐标 所以 其实你如果看成三维 就是一个柱状坐标 所以你原本的xy不能用 你要换成r跟c 所以换成rc以后 你的半径如果r变成a了 那你的上面的圆弧的一小段弧长 就是r乘上dc 这是它的弧长 好 那这一段小段的这个长度 就会带电荷dq 然后dq 就会这样 就会给一个这个电场 但是你分析一下 这电场会有什么 会有两个方向 那实际上有一个方向 会是最后加转会为0 就是它的xy平面上的这个方向 因为对称性 所以加转为0 所以最后你只要关心的就是z方向的分量 好 所以弄清楚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写这个问题 exey 在对称性 它这个电场为0 所以你只要找ez就好 那ez方向的话就是这样 就是 我把 固人定律放进来 所以r平方 这时候的r平方是多少呢 是这个指标很小型 它的 下面的是a 然后高度的话是z0 所以它的r的话就更好a平方 再加上z0的平方 ok 好 所以是a平方加z0平方分之k乘上q q的话是什么 是nanda乘上dx 是我们刚刚讲这个 dx是a乘上dc 等下会再换 但是dq的话等于nanda乘上dx 单位长度的电荷 好 那再来就是 我们要算的是什么 是它在z轴上的分量 z轴上分量也很简单 我们前面有讲过 xy上面的分量 这一样是一个指标很小型 所以它就是斜边分之z0 所以这 根号a平方加z0平方分之z0 好 再下一步我就要把dx换一下 那这电场的方向 你假设电荷是正的话 就往正z的方向 所以一般我们就写一个正z方向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dx换一下 换成a dc 换一下 用极坐标 它换成a dc 以后你就可以实体化把它的什么 把它的范围 就起始跟终点的位置都可以找出来 好 所以把它放进去了 刚刚那些东西放进去 z单位现在是一样 然后a平方加z0平方 变成2分之3次方 这边有一次方 这边有2分之1次方 然后再来是k难达z0 这些都是常数 然后另外把dx换成a dc 然后换完以后你就可以想一下 你现在θ这样是找记忆一圈 一般是跟x轴是0度角 然后这样走一圈 是2π 所以θ就从0到2π 然后你再去检视一下 在这个积分里面 这个 跟θ有关的都没有 全部都常数 全部提出去 那 所以你最后 计算就是2π 所以最后答案是2π 然后2π a乘上难达 其实你又可以回到 回到q 所以这边又可以回到q 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你的 所得到的这个答案 这是a平方加z0平方的2分之3次方 分之k大q乘上z0 好 我们再利用牛顿的积分 来计算一个总电场 那这个也是 其实跟前面很类似 只是数学上又 又稍微困难一点点 我们看一下他说 假设有一个rot 一样是一个带电的bounce 它的长度是lo 然后它的总电荷是q 那一样是均匀的分布的电荷 那把它放在轴上 一般放x 这时候 请你计算在p位置的电场 那 这时候跟刚刚不太一样 是你刚刚的观察者是在原点 你现在观察者是在 这个xp的位置 然后你的电荷放法 一般你放对称比较好算 所以他放从负二分子l到二分子l 好 那一样就可以写下它的什么 它的 单位长度的电荷 然后写下它的 一点点电荷 所以现在你要积分 那你可能积分积到这一段 这一段是delta x delta x的话 它就会有delta q 是等于nanda delta x 那nanda可以写q除L乘delta x 好 那下一步我们就要 把一点点的电荷 把它写下 这一般都假设正的电荷 然后所以在xp位置 就会往右边 一个x单位向量 然后 再来就写下库伦定律的 这个电荷定律是xp 减掉x平方分之kdq 好 那 下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dq 换成nanda dx 然后带进去实体化 已经知道范围 负二分子l到二分子l 的计算了 所以你要 放去负二分子l到二分子l 的积分 那这积分其实也不是很难 你看到 这xp-x平方分之1 实际上你要写成x-sp平方 你把它倒过来 因为平方正 这个负号平方还是正的嘛 所以这会变成x-sp 好 然后再来 你就把你的分子的微小变化量 dx 也换成是x-sp 因为你可以在微小变化量里面 任意加一个常数 它不会变 好所以 后面你的积分形式变成是x-sp上面 是微小变化的x-sp 这个时候 这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大x吗 好 大x 好 概念上是 就是跟前面的x的负二次方 积分是一样 所以它答案就是什么 就是负二加一 好 反正 这大x的负二加一次方 那你再把它写为大x的x-sp 再写回去 所以 答案就是负的x-sp分之1 然后再把 负二分之L带进去 跟二分之L带进去 两个相间 所以二分之L带进去 是二分之L-sp 那本来就有一个负号 所以负号 那负二分之L带进去 这负二分之L-sp 然后这个 减掉负号 所以变成正 那你再把分母 这个做通分的一个计算 最后就可以得到你的总电厂的大小 最后就可以得到你的总电厂的大小